OK我们现在来做一局复盘 这一般是来自祖安的白金分段 我玩的是炎雀 兑现的是狮子狗 符文天赋就在这里 常规的主系 副系我是喜欢鞋子跟花贝的 我前期在抓不到人的情况下 花贝能让我买到我想要的装备 不至于说太难打 然后早知我拿不到该有的装备 卡装备之类的那种情况 不至于小符文攻速攻击力护甲 没什么不一样的 接着这一局开局的时候 我们强调了炎雀这个打野 阵容分析决定开野路线 阵容分析决定开野路线 你看我们这一局 上路是一般般的 多篮子盾抗压中路TP打点燃 对面是点燃我们中单是TP RV2也不好打 然后你再看狮子狗前面来入侵我 我是不是很难玩 所以这局游戏我们前面直接选择 反向开局避开他 反向开避开狮子狗 道理很简单 上半区不好打 上半区不好打 所以我不想在上半区跟对面打架 那我就不跟他打 没关系 我直接离你远一点 币骑蜂王 然后我们这把选择反向开局 而且这把反向开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下路两个都是硬控辅助 硬控辅助一般打的都会比较凶 基本上谁先控到谁 然后就直接一波all in的那种 所以我们这一把直接选择上半区开 不仅可以合理的避开对面的狮子狗 还有机会能抓到对面的下炉 还有机会能抓到对面的下炉 这就是我说的 在一局游戏里面呢 我们要学会利用队友的优势建立节奏 队友的优势不单单只是数据优势 什么3-0啊4-0啊5-0啊 不单单只是这个 也不是说只是压补刀就可以了 不是的 还有一种优势 英雄性质 比如说我们家是什么鳄鱼上单 什么兵女6级之后 马尔扎哈6级之后 再或者说你像什么 杰6级高爆发 就是对面有那种有稳定控制 鳄鱼的W 兵女的大招 那个都叫稳定控制 然后再比如刚才我说的那种高爆发 这种都是属于一个队友的优势 你看我们下路 英雄性质 两个都是硬控 打架概率很频繁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学会利用队友的优势去带节奏 还有一个第三点 等一下我们会在游戏里面说明 首先这里的刷野路线 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常规的刷野路线 一级点Q 二级点E 三级再点Q技能 你看我刷野还有一点伤 我把药都磕完了 为了防止对面狮子狗来入侵我们 所以我们直接把药全部磕完 接着 三分十五来抓一波下路线 先抓下路 因为这波当时我们家队友告诉我 对面加下路没有技能了 然后两个又都是硬控辅助 你看 所以这一波 靠过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杠格 这一波杠格就是我前面说的阵容分析 决定了我的开野路线 阵容分析决定了我的开野路线 我知道下路这把好打 所以反向开刷下来 然后抓下路 看连招啊 W一直没放 先靠过来 延确最舒服的话就是先平NA到人 因为他的这个符文 恶意中伤 红buff减速 所以只要最好的状态就是 我能用红buff先减速到别人 先红buff减速到别人 先 红buffA一下对面的泰坦 然后直接放E技能减速 这里不要放W 接着这个时候再 W 明白了吗 就是我也 对你W放早了意义不大 我们不是用WE来打伤害的 是用WE来留人的 前期这个E技能伤害不高 W跟E技能加在一块伤害都不高 所以我们是用WE来留人的 明白我意思了吗 对杀搜紧没错 然后我们常规抓完人之后推线呢 抓完人之后推线 这一波我们是没有拿到人头的两个助攻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是打野的话 我们是可以直接把线吃了的 比如说惩戒炮车都没问题 我不是来帮下路的 是来帮我们自己赚钱的 只是下路更好起节奏而已 接着 叫队友过来帮我们拿河蟹 记住了 叫队友过来帮我们拿河蟹 要学会利用队友的优势去建立节奏 这就是第三种优势 兵线 我队友有线权 他可以帮我来拿河蟹 那我就叫他过来帮我一下 浪费不了多少时间 如果他不过来 我不会去拿这个河蟹的 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遇到是这个 我跑都跑不掉 真的是跑都跑不掉 所以如果他不过来 求稳 求稳 不要去拿这个河蟹 一个河蟹而已 没关系的 接着你看对面的打野 在上面露脸了 再强调一遍呢 不怕对面打野带节奏 不怕 应对措施 他带他的节奏没关系 我们可以选择 翻野怪 这不比我们收益 这不是收益更高 更稳定的一件事情吗 接着这里有一点要强调一下 当时我其实是 打算不要反他的那个三郎 直接回家了 因为我怕我打三郎的时候 刚好跟他遇到 然后你看我们下路 还不在线上面 所以为了求稳 你看我们家里的野区 马上又刷新了 我们的蛤蟆刷了 代表我们的三郎 F6 石头人马上都要刷了 所以为了求稳 这个三郎不要去反 但是他又在上面露脸了 那没办法 那你不反这个蛤蟆 就亏太多了嘛 对不对 所以直接把这个蛤蟆给吃掉 不是这个三郎给吃掉 三郎吃完之后 记不记得刚才我们 把下路的线推到塔下了 有印象吗 有没有印象 对 回推线 兵线优势 他有线权 OK 他有线权 入侵 他没线权 回推 OK 军训 有线权 入侵 没线权 军训 很简单的道理 很简单的道理 加上我们下路是硬控 这如果是个奶妈 或者什么风情 新路拉什么的 我可能就不感兴趣了 但他是个派克 确实能抓 那我们就靠过来 利用下路的回推线 不着急 等他们真的打起来了 反正他们下路两个没有闪现 然后 眼缺再出来露脸 这就是我强调的 利用队友的优势去带节奏 但这波对面ADC的位置太谨慎了 不太好硬杀 所以我们这波杀个辅助拉倒 杀个辅助拉倒 对于我们而言 杀一个二杀两个 其实都可以接受 无所谓的 无所谓的 如果他们的那个 打野这波不过来的话 那我们这一波是可以直接把这个 眼缺 不是 把这个 卡杀也有机会击杀 但是概率不大 而且对我们而言 到底能不能击杀 那他对我们来说其实无所谓的 因为我们是刚好下来抓一下而已 无所谓 回家 赶紧更新我们的装备 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前面第一波杠壳 跟我的第二波杠壳 一定要记住了 利用回推线 军训 盐阙你要让我在野区里面 击杀对面狮子狗 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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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你让我在 这个上 这个中单 他6G之前 你让我抓对面的中路 也是那个道理很难 因为他都没有带点燃 他带个TP 玩流是奥数 会心根本伤害都不够的 上路也是一个道理 我们上路被抓了一次 抓死了一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简单的道理 我在上中 就是你让厂长来 这一把上中 他都很难抓到人 就是很难 但是下路就是很简单 这就是我说的 要学会利用队友的优势 建立节奏 记住了 要学会利用队友的优势 建立节奏 而不是说自己去 辛辛苦苦的去找那些机会 很难的 知道吧 很难的了 所以找那种比较好抓的点 帮优不帮烈的优 就是这个意思了 优就是这个意思 再跟你强调一遍 你再想象上一局游戏 你作为一个打野来说 那个峡谷前锋放掉了 然后对面打野抓上的时候 你没有去把他下半眼去 你的应对措施 都是处理都有问题的 吃一波线 打个黑暗收割 回来刷一怪 这里是因为对面猴子 刚好露脸的 我贪心了 我想吃这个蛤蟆 惩戒的一瞬间 其实他一个人是杀不掉我的 而且我闪现第一时间交晚了 我当时觉得 他就算 一技能捆绑到我也无所谓 但是猴子过来了就很可惜了 猴子不来的话 这波是可以跑的 有点可惜了 最后还是被击杀了 很烦 闪现也交了 然后上半眼去也被反了 这就是在猎尸路附近 打架的一个结局了 但是一点什么 对刷上去 也不是等先锋 因为我的蓝buff 当时还剩个四五十秒才刷新 所以一二三四 一个顺序刚刚好 但是这个不重要 十多人 十多人回来再刷都可以 无所谓的 那个不是特别重要的点 重点是我们这把在上半区没法抗衡 所以我不想跟对面十字狗遇到 不想跟对面十字狗在上半区遇到 然后你看我现在上半区我直接不要了 我知道他在我上半区 我直接不要了 没关系 GP的我跟你强调的应对措施 应对措施 再跟你强调一遍呢 不怕对面打野带节奏 他在上半区啊 那他在上半区 我如果抓不了下路的话 我做什么 翻野区 对入侵能理解吧 对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我反完他的野怪之后 下路还是没有机会抓人 那我就只能拿龙了 那我真的没得选了 那我就拿龙了 但如果你让我把这两个二选一的话 肯定是先入侵 明白吧 记住了 肯定是先入侵 不怕对面打野带节奏啊 自己做好应对措施即可 记住了 自己做好应对措施即可 然后看这一波抓人的手法 先绕后开扫苗 绕后 然后利用大招封路 记住了 利用大招封路 但是千万不要到这个位置来 因为到了这个位置的话 泰坦跟他可以激活打我 我很容易会被秒掉 所以到这里降落 到这里降落啊 小细节要处理好 是的 一技能先留人 接着W不要放 我这里W一直没有放的 没必要放就不要放 对面ADC我摸不到 无所谓的 反正杀完就可以了 反正只要把人杀完就可以了 杀完之后 刷野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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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刷刷刷刷刷刷 然后对面狮子狗在上路 其实这个先锋给他也没关系的 因为这个是他应该拿的 只不过这一波对面上单没有过来 他拿早了 太着急了 然后被我们家上中给包住了 接着我们做好应对措施就可以了 记住应对措施 翻野怪 翻完野怪之后下路没有视野 回推线 回推线 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为什么说 炎雀不能玩得太老实 就是你要善于去关注对线 善于去利用我刚才说的 队友的优势 建立节奏 你靠自己去单杀别人很难的 炎雀这个英雄 你想靠自己去单杀别人 你基本上就不用想 真的基本上就不要想 不太可能 对不太现实 这个英雄前期 你想要自己单杀别人 真的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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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你要是利用线上的控制 或者说你利用这个 兵线的优势 这不就很简单了吗 理解我的意思吗 打到后面就简单了 打到后面基本上 只要自己不浪的话 你想赢就很简单了 只要自己不浪 这游戏都是很简单的 有一波死亡是在 这里 这一波死掉了 这波其实我很气啊 这一波是什么概念的 就是我想让我们家中单 直接交闪现晕住他就完事了 然后他一直在这里磨蹭 你看 你看我什么时候开始过来的 我已经就位了 我已经就位了 我叫他直接闪现啊 这个位置有眼都无所谓了 因为他只要闪现啊 这个直接死 就是直接死 不讲理的 因为你看我现在的装备 九层戒指 法穿鞋 加一个这个炉灯 只要闪现啊 这个人就是 但他一直在磨蹭 然后磨蹭到对面 狮子狗都过来了 就很烦 你看 他就是不肯闪现啊 然后狮子狗都过来了 浪费了我好多时间 所以这波打了个互换 有点可惜 互换 但是你看2v2 看2v2 你说狮子狗想杀我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毕竟我现在这个伤害 闪现一发Q 能直接给你秒了 我现在这个伤害 他根本是玩不了 这波是Q闪的 这波是Q闪 用的是Q2把他杀掉的 Q的一瞬间 他是在这个炎雀自身的位置 然后一个爆炸Q 直接秒掉了 小技巧 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细节 杀人数啊 伤害太高了 装备等级都很好 所以直接杀人数了 到了后面你看我们推塔 炎雀真英雄到后面推塔 就直接不跟你讲道理了 这里是抓到了对面的单 所以我们接大龙了 本来我们就是优势 抓到一个单 接大龙也很简单 就算这波抓不到他 其他机会也会有 肯定会有机会 不用急 拿下大龙buff之后 平推 不要进去 就一直消耗 到了后面我们的Q 就跟无限火力似的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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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E就一直QE 你看他根本 他招不住了 他不可能受得了的 就是我不死 我不浪 就随便平推 随随便便平推了 你看他根本受不了 他不可能弯得了的 前期怎么去建立优势 要学会关注对线 然后利用对线的优势 建立出来机会之后 中期稳定扩大优势 比如说打小龙团 先锋团 包括你像这种平推的时候 不要冲到人堆里面去 对吧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道理 没什么好说的 记住重点 颜鹊打野不能太老实 要会学会 利用队友的优势 建立节奏 什么艾克 凯颖 这个什么寡妇 这种前期比较弱势的英雄 你想让他去单插对面打野 几乎是不可能的 明白吗 对 颜鹊前期伤害一套打出来 那个伤害就 对吧 微乎其微 但是不代表你抓不了人 不是的 不代表你抓不了人 没错 但是每一局建立优势的方法 可能都不一样 这一局游戏确实线上面 派克选出来了 好抓 如果派克没有选出来的话 我可能就会常规 双buff加蛤马开 然后在上半区找机会打架 我也不会让对面狮子狗 在上半区为所欲为的 因为上路是我唯一一个 能打架的路 接着6级之后抓中 明白我意思吗 6级之后抓中 因为马尔扎和6级之后有大吗 稳定控制 记住 你自己带节奏很麻烦 很累 没关系 看对线 利用对线的优势 你能抓到很多机会 明白吗 一分钟的时间吸收一下 消化一下 然后我们开始下一局游戏 如果想要深入的 学习更多套路 或者详细的思路打法 推定大家加入教学视频群 群里有5个位置的 完整版教学视频 并且都是附带思路讲解 复盘解析的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直接咨询导师 不论是版本答案 思路打法 符文出装 等等等等 导师不仅仅会为学员解答 还会给学员推荐适合的教学视频 帮助学员对阵下药 快速提高游戏水平 当然 如果你有任何想看的教学视频 导师也会帮你打粗残 帮助你学习 不管什么分段 什么英雄都可以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直接加这个QQ群 撕掉我们的客服就OK 我们的教学宗旨很简单 无效退款 并且免费补课